星期一,蓬佩奥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起讲话时表示 如果更多国家同以色列建交,就会使中东地区更加稳定 同时也能改善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 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与阿联酋在美国促使下签署了建交协议 内塔尼亚胡上周四称赞说,这一协议开启了该地区的新时代 内塔尼亚胡还称赞了特朗普政府为恢复对伊朗的国际制裁所做的努力 但以色列出现对海湾国家向美国购买F-35战机等美国先进武器的不同意见 蓬佩奥向内塔尼亚胡保证,在美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未来达成的任何武器交易中 美国会确保以色列在中东保持军事优势 蓬佩奥表示,美国已向阿联酋提供了超过20年的军事支持 他说,这是为了避免同为以色列敌人的伊朗所带来的共同威胁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蓬佩奥还说,世界各国注意到中共带来的挑战 蓬佩奥周一海域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和外交部长加比·阿什肯纳兹举行会谈 耶路撒冷是蓬佩奥中东访问的第一站 诠释美国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努力以及建立针对伊朗的战线 蓬佩奥在以色列的日程结束后,将前往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访问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我会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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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